进步在柬埔寨的各个领域随处可见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面 每个柬埔寨人的人均收入每年增长8% 今年柬埔寨动态经济增长了7.3% 这和它所有东南亚邻国相比是一个很大的飞跃 制造业、旅游业、建筑、农业等各行业的出色表现 和长达二十多年的国内政治稳定 是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但是经济如果没有可靠的基础设施 我们就无法取得长足的进步 因此西哈努克自治港 必然在柬埔寨经济贡献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坐落在首都金边西南方向二百三十公里的 西哈努克自治港 靠近国家心脏的位置 是海边度假旅游者首选的目的地 1960年 柬埔寨首个大型和现代化的深水港建成 今天西哈努克自治港和其他世界级的港口一样 在全球和地区航运中成功地运营着 先进技术的船舶管理系统 以及集装箱运行系统 使西哈努克自治港非常有特色 政府大力支持 并给予了大约150公顷的土地 给集装箱和经济区 PASS与其他东盟国家 以及位于远东的重要亚洲港口 直接相连 通过从新加坡、香港、林茶班港 以及盖美港的转船运输 PASS更是与欧盟和美国的市场连接了起来 PASS还通过铁路、航空以及陆路 与国内运输网络直接相连 增长稳定而且持续 2013年 西哈努克自治港吞吐量 总共达到300万吨 2014年 吞吐量相对前一年增长14% 达到340万吨 而在2015年前7个月 集装箱吞吐量与去年同期相比 增长了21% 同时 总吞吐量增长了8% 让我们进一步来看看运营 为了可靠的保障港口水域安全 西哈努克自治港专业化 培养了一大批办公人员 致力于船运交通管理系统 来协调进出港的运输船 所有专业化的博位 是为集装箱运输 散货船 以及游艇服务的 港口的托轮 将由经验丰富的银行员 来协调安全的靠驳和离港 西哈努克自治港所有使用的设备 包括按桥 轮胎吊 汽车吊 门机 正面吊 都会提供24小时集装箱装卸服务 港方目前集装箱装卸能力 可以达到每小时30箱 甚至更多 西哈努克港 拥有15万平方米的集装箱堆厂 可容纳1.2万雕箱 以及冷冻柜设施 西哈努克港 还有3.6万平方米的仓库 以及一个额外4.5万平方米 给散货的入天堆厂 西哈努克自治港 有非常强大的安保保障 西哈努克自治港 使用先进技术的 X-γ射线扫描仪 和门式辐射监测器 来检查所有进出大门的 集装箱货物卡车 所有进出口货物 从码头大门进入或者离开 都必须经过这个安保系统的检查 西哈努克特别经济区 战略性地坐落在西哈努克港旁边 在约70公顷的土地上 于2013年首次投入运营 西哈努克特别经济区 对于港口的运营提供了巨大的刺激 同时还提供了非常好的商机 投资者可以从简化清关手续 以及产品进口税豁免而获利 投资者还可以获得9年的利润税豁免 设备建筑材料产出的产品 出口税100%豁免 特别经济区引进和配备了一流的基础设施 由于特别经济区直接挨靠在集装箱码头边上 特区里面的公司在贸易和运输之间 享有低成本和低风险的优势 2014年港口开始建成一个水深13.5米的多用途的码头 预计于2017年完工 就在第二年 西哈努克自治港计划对游船码头的建设 做一个可行性的报告 西哈努克自治港在达到最大使用能力的时候 对进一步开发港口设施有一个长远的愿景 我们已经招标了一台岸桥和五台轮胎吊 预计2017年初就能投入运营 我们还计划在2022年将码头延伸600米 水深达到15.5米 以靠泊更大的船只 新的铁路运输码头就坐落在集装箱码头的后面 这个铁路运输码头是最新为了运输货物和集装箱投入运营的 它使码头到金边的运输网焕然一新 具备高效、安全并节约成本的优势 不到16公里远的西哈努克机场在最近经历了大型的扩建 现在已经起降金边先例国内飞机航线 最近一些从新加坡的包机航班也进行了试航 未来计划更多的国际航班会在这里开通 为了进一步使经济获得增长 西哈努克自治港正在紧密地和有关部门就简化文件工作 提供更加可靠的服务 吸引新老客户在码头和其他领域的投资 比如4号高速公路沿线的工程 连接金边和西哈努克之间的3号主路 新的工程将会形成两地直接公路相连 距离变短使港口获得效益 这些都是令人激动的时刻 伴随着现代化设备的新码头的落成 铁路道路的连接 西哈努克特别经济区的辅助 西哈努克自治港将处于柬埔寨经济发展机遇的中心 将成为贯穿柬埔寨整个国家地区 持续繁荣的中流砥柱 我们看见啦 我们看见 我们看见 nbt小 Lear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